大家好 我是蕭茗 今天是2021年9月14日 上期节目呢我和大家说 要接着分析红色赌盘 当代中国权力腐败复仇的内幕故事这本书 那其实这两天呢 我是一边看这本书一边观察时事 对整个习近平他要下的这盘棋 有了一些新的理解 其中就包括习近平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他最原始的动机又是什么 那这两天呢有一些国内国外的重大事件发生 就包括恒大集团爆雷 那中共他会如何应对呢 拜登和习近平通话 透露了什么样的信息呢 还有索罗斯再批习近平 同时呢也盯上了BlackRock布莱格 但是呢BlackRock不为所动 毫不犹豫毫不掩饰地继续表达对中国市场的信任 那他们和中国政府到底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最后习近平一年之内把西部战区的司令换了四次 这又是什么状况呢 要想更准确的理解这些事情 就必须对习近平的动机有一个判断 这样才会有一个正确的思考基点 所以呢我这几天就不着急分析时事 而是想把这些事情发生的背后的原因做一个梳理 虽然比较烧脑子 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还是有意义的 所以呢请大家听一下我这个一家之言 好现在我们就开始 首先我想指出的是 全世界都注意到了 习近平政权在过去的一年中 开始做出一些让全世界都注意到的大的改变 一个是开始针对静而整顿国内的平台经济 第二是开始有闭关锁国的金将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战狼外交升级了 那这几件事情同时发生是巧合吗 还是事出有因呢 我觉得是后者 我认为这些事情同时出现 说明了习近平的想法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 他要正式开始改造中国了 把中国带上另一条道路了 那为什么好端端的突然要走另外一条道路了呢 原因之一呢 我认为是原来那条路 他走不下去了 原来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 就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呢 中共利用自由世界普遍接受的联络中国的思维 帮助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呀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呀 这样的一个思路 而中国呢 也利用了他那个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优势 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的竞技场上 大搞国家补贴 国家支持的知识产权盗窃 国家支持的强制技术转让等等这些小动作 使他在不公平的竞争条件下 经济和国力获得了迅猛的发展 但是呢 川普的到来就打破了这一切 中美贸易战打了中共一个措手不及 那对他的各种不公平的贸易手段进行了沉重的打击 这一轮冲击波一一路扩散 那美国和自由世界逐渐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中共更多的其实是竞争对手 甚至是敌人而不是什么合作伙伴 新冠疫情中中共的掩盖 更是坐实了大家这个认知 随着各国要求疫情追责和调查病毒源头的呼声越来越大 中共在世界上越来越被孤立了 事实上呢 不管中共自己是不是愿意 它都已经回不到贸易战之前的那个世界格局了 对于中共来讲呢 世界已经变了 就是变得对中共不是那么友好了 它原来作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和受益者 过的那种日子 那种闷声发大财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美国和自由世界不再允许它不按规则胡来了 但是呢 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其他国家 让它做出的那些改变是它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到的 这个观点我在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就已经反复说过了 因为美国要求中共做的改变 比如说取消不公平的政府补贴 强制技术转让等等这些 实际上是要求中共立刻改变它 运作整个国家的经济 运作整个国家的方式 这会大大的削弱党对经济的控制 那习近平是不干的 再说现在已经不只是如此了 自由世界实际上对中共已经在形成一种围堵之势 既然回不起那条老路了 那么就得另辟蹊径了是吧 这个是习近平现在做出重大改变的第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习近平他已经看到 就是其实按照原来那条路走下去的话 中国也将越来越走向资本主义 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将被不断地削弱 它的执政合法性也将会不断被削弱 最终将走上江山变色的道路 这个是习近平和前任中共领导人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不接受这个现实 他决定不让这件事情发生 下面呢我就仔细地来讲一下 在《红色赌盘》这本书里面 对江泽民和胡温时代有这样一段描述 作者沈栋说呢 他们夫妻俩的印象是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开始 那中国呢正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他们看到就是像他们这样的资本家 如何对中国的现代化变得举足轻重 那企业家创造了大量大部分的新工作和大部分的财富 这个和《华盛顿邮报》或者是《纽约时报》 当时对中国的批评是他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他们夫妻俩确信事情是正在改善 今天比昨天好那今年比去年好 而且沈栋说呢 不仅是他们上流社会的人有这个感觉 实际上全社会都是认同他们这个乐观的态度的 全社会都感觉到中国正在不可避免的走向一个更开放更自由的社会 在2001年7月1号的时候 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发表了讲话 欢迎所有人包括资本家入党 党已经正式改变了对资本家的政策 大家知道毛泽东将资本家打到社会的底层 那邓小平是让他们的地位有所提升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现在江泽民呢 后来江泽民呢是要求 就是邀请资本家入党 也就是说允许他们至少进入政治权力的边缘 这是从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角度来看 他们发生了变化 沈栋说在党内的高层 那些精英们似乎也在为变革做好了心理准备 他们支持中国和平的 向资本主义和更多元化的政治体制转变 多元化的政治体制就是指 不再是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了嘛 是吧 这些官员在私下和沈栋夫妇交谈的时候认为 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更开放 他们明白国企长远看来是生存不下去的 因为这些企业他们的效率实在是太低了 都有哪些官员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呢 可不是一些小毛毛头 其中有一位就是王岐山 沈栋说几十年来王岐山 一直是处于中国改革的最中心的位置 王是朱镕基的长期的追随者 那朱镕基是1993年至2003年 中国经济繁荣背后的总设计师 1996年的时候朱镕基担任第一副总理的时候 王岐山呢带领中国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 和当时的高盛的首席执行官 后来当上美国财政部长的亨利·鲍尔森 也就是Henry Paulson 进行了一次合作 把中国电信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这个是为了帮助当时就是中国陷入巨大困境的金融系统和国企 这个背景我和大家大概的介绍一下 1993年的时候呢 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情况 基础建设投资大增 货币投放量比前一年增高了34% 这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 同时呢大量的银行坏账出现了 大城市生活物价上涨了22% 那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额 达到了1.4万亿人民币 当时的总理朱文基他通过印钞票的手段 让中国经济度过了难关 印钞票的实质实际上就是让老百姓买单 这个细节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仔细的讲 这里我想说的是就是那一段时期 中国的国有银行和国企都是急需资金的 而高盛就帮助中国电信这个大型国企 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了 到全世界去圈钱 中国电信在美国上市之后呢 朱镕基就任命王岐山做了广东省的副省长 在那个任上呢王岐山继续和高盛合作 成功地运作了中共历史上最大的破产重组 让高盛赚了一大笔钱 也拯救了广东的企业 所以呢王岐山他是中共和华尔街伙伴关系的重要开创者 那我们再回到《红色赌盘》这本书 书里说呢当时高盛的总裁Henry Paulson和其他的美国人 把王岐山和朱镕基的举动就解释成 中共要让中国的经济走向私有化 但实际上呢党的目标实际上是要拯救那些国企 让他们继续成为维持中共统治的经济支柱 也就是说西方认为在帮助中国走向多元化和市场经济 但现实中呢党却利用了西方金融手段 来稳固它自己的统治 说到这呢我想再多说两句 就是西方的这个理解错位 他们多年以后才意识到 在川普时期这个理解错位被首次明确提出来 是白邦瑞写的那本书叫 百年马拉松 中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 那本书一下子就走红了 而且是成为美国政界对华政策转变的思想启蒙 美国政界达成的共识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没有能够通过经济联络 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 相反中共的执政合法性还被经济成果给加强了 而中国依然是一个一党专制的国家 这个理解呢我现在看来大部分是对的 但是呢有一点不是那么特别的准确 就是中国依然是一个一党专制的国家 这个说法好像就是说中国一点都没有改变 实际情况是呢在共产党还是执政党的时候 它的那套专制机器还在运转的时候 它的所有迫害人权呀前置自由的事情还是会在做 它是这套机器的一个惯性 那这个惯性只要是不遇到巨大的外力打击 它还会持续好长一段时间 但是呢这个不等于中国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 实际上呢共产党统治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毛泽东时代 中共是把中国经济搞得一团糟 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让中国人是痛不欲生是吧 但是呢那个时候中共的合法性 执政合法性没有受到任何的挑战 那个时候没有人想到要推翻中国共产党 或者是要另组一个政党取代中共 也没有人和中共讨价还价说你必须要如何如何 我才认可你执政的合法性 那共产党在中国那是绝对天然的领导者 毛泽东时代就是如此的 但是呢从改革开放以后 尤其是到了江泽民和胡温的时代 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就一步一步转向了经济发展这一件事情上面了 连共产党自己都说 因为党给人民带来了好日子 所以呢共产党就应该统治中国 共产党它实际上自己是知道的 就是如果一旦经济出了问题 失业率大增 群体事件大增 那官僚体系没有钱可贪了 官僚不为它干事了 那共产党的统治立刻就会面临巨大的危机 这个就是中共的统治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它的执政合法性其实是被缩小了也被削弱了 究其原因是因为毛时代的时候 中国人还真的相信共产主义 所以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是有权威和控制力的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 西方的思想进入之后 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慢慢的人们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了 反而认为西方的宪政民主思想更具有真理性 那么中共的最高层对这种状况是什么看法呢 2012年的3月14号 国务院举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新闻发布会 那个是总理温家宝他在任期间出席的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 做了长篇讲话还回答记者问 他当时说了一段非常震撼的话 被认为是他在任之内最后一次说心里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中国假如不进行政治改革 中国迄今为止的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就 中国就大有可能重蹈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动乱的覆辙 这可是很重的话也是触动中共的敏感地带的话 因为政治改革在中国一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词 他基本上就等同于走向自由民主 废除一党专制 温家宝他虽然是没有具体说政治改革的内容 但是呢他提到这个名词就会让人联想到 这个词所引申的内涵 并且呢他说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 中国迄今为止的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就 就会付诸东流 为什么会付诸东流呢 我认为是温家宝已经看到了一个现实 就是市场经济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之间 是有根本的矛盾的 市场经济的实现 它是需要有一套政治制度来保障的 其中就包括对私有产权的保护 对人的权利的保护 还要有独立的司法 还要有真正的民主选举 这个和共产党的统治完全就是两回事是吧 所以呢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那么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 最后就会爆发出来 那个时候因为中共它是要保它的政治制度的 所以就会把市场经济给毁了 那最后温家宝还说如果那样 中国就大有可能重蹈文化大革命 那样的大动乱的覆辙 这个是指薄熙来当时搞的唱红打黑那一套 从温家宝的这个讲话呢 我认为它也是认可中国走向更开放自由的 它担心的不是说改革开放中 中共的执政合法性被缩小了 现在已经完全就是建立在维持经济发展这一条上面了 它担心的是什么呢 它担心市场经济再发展下去 中共的制度还是会束缚它 还是会和它形成矛盾 面对这个局面呢 它要改的不是经济 而是政治 这个是国家 这个是国家总理 那么我们再看看 《红色赌盘》这本书中描述的其他人的状态 那2006年的时候呢 段伟红在温家宝夫人张贝丽 在北京饭店举办的晚宴上认识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王岐山 他是当时的北京市长 如果您没有看我们上期的节目 我这里就是做一个小小的解释 段伟红是张贝丽最信任的顾问 助手和白手套 张贝丽她不喜欢带自己的孩子出去 也拒绝她那个身份暧昧的办公室主任黄某 在公共场合陪着她 所以她出门几乎都是段伟红全程跟随 那温家宝家族和段伟红的故事 我在9月11号的那期节目里有讲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那期节目 那么王岐山当时是北京市长 有可能晋升为副总理 这个就需要温家宝的提携是吧 于是呢她就有意接近段伟红 在那顿饭之后呢王岐山邀请段伟红到她的市长办公室去看望她 之后呢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2008年的时候王岐山成为副总理 他们的会议就转移到了中南海 每隔两三个星期呢王岐山就会派司机把段伟红接过去聊天 他们一起喝茶谈世界历史政治哲学 中国和世界政治的走向 但是呢王岐山并不是就是和其他人一样是像段伟红咨询思想什么的 他并不是做这个事儿 他向段伟红打听温家宝的各种消息 因为温家宝是总理他是副总理 所以温是他的老板决定着他的升迁 段伟红的内部消息对王岐山揣摩温家宝的动向是非常重要的 沈栋说呢段伟红是非常少见的能在中国顶级的政治圈子里面混得风生水起的女人 那个圈子清一色都是男性的世界 但是呢他作为张贝丽信任的人成了重要的人物 圈子里面的人接近他是要干什么呢 了解绝对的内部消息绝对的内部动态 这里面还有一段描写挺有意思 书里说因为王岐山他自己没有孩子 所以呢他有一点把段伟红当成是晚辈一样的爱护 就像是张贝丽也有点把段伟红当成是干女儿一样对待 当然段伟红呢也是有意接近王岐山 因为在温家宝退休之后呢 他们需要另找一棵大树来依靠 王岐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是吧 段伟红发现呢就是王岐山和自己对中国未来的判断是一致的 王岐山预测中国的国营企业总有一天会被私有化 所以他让段伟红现在就准备资金到时候好出手 他说呢该放枪的时候你得有子弹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国有企业被出售的时候 这些所谓的内部的人中共的红色家庭和靠近红色贵族的这帮人 要先出手把国有企业买下来 王岐山对中国经济的描述是 他像一个音乐椅子的游戏 这个游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比如说把六个椅子摆成一个圆圈 然后七个人围着这个椅子跑 当音乐停下来的时候呢大家都抢着往椅子上坐 那坐不到椅子的那个人就被淘汰了 然后再开始新一轮的游戏 那再撤掉一个椅子但是人呢总是多一个 重复这个过程那最后所有的椅子都没有了 就剩下一个人了那这个人就算是输了要受到惩罚 其实这个比喻呢我觉得用击骨传花来说可能是更直观 就是在鼓声还响的时候大家还可以玩还可以尽情的享受 鼓声停止的那一刻花传到谁手里谁就倒霉了 谁就得收拾残局 王岐山认为呢中国经济再发展下去 在某一个时间点的时候 共产党就必须要接受大规模的私有化 他们这些人应该为那个时候做好准备 书里这段对王岐山的描述又让我想起来班农告诉我的就是他和王岐山在2016年的那次长谈 我在9月11号那期节目里也讲了就是那个时候川普刚当选嘛 那班农作为白宫首席顾问区域的香港那王岐山安排和他见面 两个人谈了两个半小时 没谈美中关系 没谈香港台湾南中国海 王岐山只关心一件事情 他让班农详细的解释民粹主义是什么 他为什么对民粹主义这么关心呢 看了这本书之后呢我就更清楚了 因为王岐山他是什么人呢 他是中共和华尔街这个伙伴关系的重要开创者 他是那个是全球化开始就是把中国纳入自由市场体系 使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契机 而川普上台之后搞的是美国优先的民粹主义 要保护美国的利益要让制造业回流美国 并且他的竞选纲领之一就是阻止中国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不公平的做法 所以呢王岐山敏锐的就赶到川普上台之后 中共一直受益其中的全球化主义的盛宴就要终止了 这个是对中国的国运和他们这些上层人物影响重大的事件 所以呢他要当面向班农也就是川普主张民粹主义的这位国师问清楚 他要摸清川普政府接下去到底会对中国做什么 我们再回到《红色赌盘》这本书 那王岐山并不是中共高层唯一认为中国会走向自由化的人 据沈栋说呢邓小平的女儿邓南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 2004年的时候陈水扁当选了台湾总统 那个是继国民党50年执政之后 首次台湾的反对党执政 那台湾的民主化进程是震撼了共产党的大佬 因为呢他们从中看到了中国大陆的潜在的路线图 另外让他们警惕的是陈水扁上台之后对国民党的做法 在国民党执政的期间呢他们实际上是把台湾的经济作为自家的后院来看的 就是自家的提款机可以说 但陈水扁上台之后就开始搜缴国民党富人的财富 那邓南对此就非常的忌讳 他就跟这个沈栋说说我们要增加党费来积累党的资金 然后把国有企业变成党的企业 未来当中国共产党面临像在台湾发生的选举的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至少我们会有一个大窝可以安身 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现在国家是共产党的 那国有企业也是党的财产 但是呢将来共产党不能一党专政的时候 那国有企业就不是党的财产了是吧 所以呢要在那天到来之前就把国有企业变成党的企业 什么叫党的企业呢 其实就是他们这些红色家族的企业是吧 这个说明两个问题 一个是红色家族也认为 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时候江山会变色 另外呢在他们心里是把国家看成是他们 他们家的私有财产的 中国人一直讲家国家国 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适用于红色家族 在他们的眼里才真正是家既是国 国既是家 邓南据沈栋的描写是一个资质平凡的人 他喜欢画一些质量不是特别高的山水画 那这些画呢都被想接近邓家的那些香港的富商买去了 因此呢他也发了一笔小财 但是呢他并没有在政界和商界做起什么大的事业 即便如此他也是用一种主人翁的心态在看待中国未来的走向 邓南是如此那另外一个人就更是如此 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习近平 但是习近平和邓南的不同之处在于习近平他是不接受江山变色的结局的 他更不接受在共产党不可避免的走向那个结局的过程中呢 他做一个像胡锦涛那样的甚至比胡锦涛更凄惨的 有可能被人随时取代的末代皇帝 他要驳出一条路来为了中共也是为了他自己 《红色赌盘》这本书他对习近平的描写不算少 但是因为他们两口子呢没有真正的走进习近平的家族 所以这些描写多数是侧面的描写 但是呢即便是侧面描写也是透露了很多非常关键的信息 因为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很长了 所以呢关于习近平的这一部分呢 我就在下一期的节目再和大家说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订阅我这个频道 并帮我传播一下点个赞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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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